这一节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如何应用一般的相机 创造出这样子壮阔的景象 当然这是透过三张的照片所接出来的 那如果要买这样子如此广角的镜头 相对的花费也会不便宜 那我们使用一般的镜头 这个是使用18广角的镜头所拍出来的 那我们拍三张之后把它拼成一张 那我们再看一个范例 这个是使用一般的数位相机拍的 这个是百货公司 也是使用三张照片所接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来示范 示范这个 这个要特别讲解一下 我们首先将这两张照片汇入 开启Photoshop 这个先关闭 档案 指令码 将档案载入堆叠 点选这个浏览 我们要将这两个接起来 在这边它帮我们反转好了 逆时针90度反转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尚未做反转的动作 但是它已经在这边反转完毕 我们按开启 按确定 我们按F7 图层显示 这时候我们看到是两张 垂直90度的照片 一张是这个 一张是这个 一张是上面一张下面 那我们要将上与下拼起来 我们使用这个方式 编辑 这边呈现灰色 我们必须点选两张图片 Ctrl按住 再点 连续选取 编辑 自动对齐图层 那因为这个概念 使用横向拼凑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是两张垂直的图片 它并不符合所谓的横向拼凑的 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 如果点选确定的话 会造成我们不满意的效果 我们点选自动 然后按确定 这时候它会开始算 我们让它读取一下 这个在运算的过程中 图片与图片之间 开始找符合的位置 做结合 我们按Ctrl加-号 这时候拼出来变成这样子 这并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将它关闭 我们再做一次 点选档案 指令码 浏览 一样刚刚这两张 按开启 确定 那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这个图层结合是采用 横向拼接的 逻辑 所以我们 必须先将它反转 点选这个影像 旋转版面 瞬时针90度 那这时候我们再点选 编辑 自动对齐图层 确定 那这时候它运算也会相对的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们又用对了方向 那这时候我们再将 将它反转回来 点选影像 旋转版面 逆时针 Ctrl加-号 这时候呢 有一些结合处 这地方 这地方的色泽 与上面这张图层的色泽不太一样 我们使用 自动混合图层 将 这一个 有区隔的地方 融为一体 点选编辑 自动混合图层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 它整个 涂层的色泽都 一致 那当然相对 我们在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会 将这个相片变形 然后拉到 结合的角度 所以 一定会舍去 一部分的 影像 所以我们 这时候做一个裁切 点选这一个 裁切 这个地方 记得不输入 数字 如果输入的话 会被局限住 那我们这时候 从这边开始拖 按住Ctrl鍵 可以做 细部的 拉 拉动这个框框 那这时候 按Enter 然后再将 这两张 结合成一个图层 右键 合并图层 那这时候 我们要做的作品 就完成了 那我们再做一个范例 那我们再做一个范例 这个是三张的 我们刚刚选的那个是两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 左边 中间 右边 那我们把这三张汇入 点选档案 指令 我们这个先关闭 将档案载入堆叠 点浏览 按确定 按确定 按编辑 自动对齐图层 点确定 这时候他会开始运算 因为档案的像素比较大 所以说在运算的过程中 也会相对的比较久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 已经被 挡住了 这样整体看过之后呢 发现 这个地方比较有问题 那我们点选 编辑 自动混合图层 我们让他等一下 我们让他等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整个图片与图片之间 这边的间隔 都已经融为一体 这就是电脑软体的功效 如此强大 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 壮阔的建筑物 没有办法结合成一张照片 而这个部分也 让我们省下很多 在那边排版与对齐的时间 这就是自动接图的方便之处 解说到此完毕 是